麦�ah 如母觉得 尊质几个字 写的笔又是如何 老婆子哪懂字 官家聪慧秦锦 文章说话 自不能是幼时刻毙 朕却觉得 远不如幼时 自如文章 有情 有婚 幼时随比例远不如今日 然当是情真意切 笃信必能尽孝于双亲 而今 父皇已去 请如母如是告诉朕 朕对母尽孝了吗 官家是孝子 对太后娘娘极尽孝道 老母是朕亲近心来之人 却已要瞒朕 老婆子不敢 你可知齐君是何总大罪 宝宝 柏相公这天还没亮啊 就给我寡嫂请过安了 八大王 自先帝龙玉上兵 王爷悲痛过度 得了杨狂病 不再上朝一事 这些年身居王府 可能忘了国朝的一些规矩 若外州府有加急密件 诗官社稷安危的 忠书自然不敢耽搁 不管什么时辰 定要倾城尽忠 御前一事的 御前 那应该去福宁殿 吕相公素页未休 劈肝力胆的地方 去做了吗 如今官家尚未亲政 太后垂怜 至于这加急密奏在哪儿 亦怎么亦 梁府自有体力 王爷养病这么些年 未出王府 是从来没仔细瞧过 还是忘了呢 太后垂怜 何为太后 天子之母为太后 本王是得了病 忘了不少事 也在大殿里说过谬语 失过体一遍 但却不像吕相 你可是体体面面地忘了 这大当金制 是谁家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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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又来装疯 他怎么突然进宫了 去了佛宁殿 难道他是 走走走 走走走 不是我养花了吧 准了他惊弓齐刑 去 官家 已建门室 建门官只持左气 须得 开门 须得大内钥匙库掌右气 门臣持左气 开门 官家 这 这建门室规定 四更一点才能开 开门 官家 官家 官家哪 刚刚出去了 谁跟出去的 有一个人一直跟着 也不知道是内侍 还是殿田寺的侍卫 糊涂 怎么能让官家就那么出去呢 没派侍卫跟上 干死 干死 背马 快给本哥背马 好 背马 背马 背 背马快 来 天色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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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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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 五哥我赶得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早就糊涂了 我媳妇 我生了个儿子 恭喜 那一日 我老的 你没看过 你会想说 你怎么会 快到了 我怎么会 我只能 你怎么会 对我 我 你怎么会 我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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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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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让孟严着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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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呀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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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来永定陵 是祭祖还是 臣该死 事先并未接到圣旨 我不是来拜祭我父亲 我是来见我母亲 我不是来拜祭我父亲 我是来见我母亲 我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肉在私地 请陛下 圣年 这是什么声音啊 回顺容 那是官家的仪仗在奏乐呢 对 是陛下祭奠先皇的礼愿 是 顺容 陛下来了 他们从仪仗礼节上自是不敢怠慢的 宵仗 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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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不渴 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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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家 此处是先帝李顺荣所居私宅 李顺荣奉旨守灵 按规矩是不能见外客的 先生来做什么 臣来请官家回宫 是大娘娘 让你来到 臣并未接到太后旨意 是吕相说 官家一早天未亮 便逼内东门早开 未交代什么 就已经出城去了 今日本就该臣为官家讲经 于是吕相询问臣 官家可有交代过些什么 吕相 既然想带朕回去 吕相怎么从殿前司调一营兵来 官家 吕相与臣都是官家的臣子 只有必须劝谏军上的职份 怎能有逼迫军上的不臣之心呢 效忠军上 如今大宋的军上是谁 到底谁是你们心中 圣心独裁 令出必行 只可劝谏不可胁迫的军王 是朕 还是大娘娘 是大宋的官家 先帝去世 官家尚在有冲 先帝一命太后辅政 于是在所有臣子和百姓的心中 大宋的军上 是太后爱护辅佐的官家 是陛下 大宋的皇帝 不是流氓 是 我保护了 这就是 我去他的军下 你把军下的军下 余人家绑的军下 是 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的军下 军下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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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感谢观看 我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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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 爱戴 愿尽所有心力 辅佐的君王 如此自孝 那他呢 官家 可否已己不说话 这里是先帝李顺荣居所 李顺荣奉先帝指守灵 身居简出 不见外客 切莫打扰了李顺荣 奉先帝指 奉先帝指 可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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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家可曾认真想清楚 若进了那扇门 见了李顺荣 之后该如何呀 该如何 便如何 我倒想问先生 若是我今日 便把他带回宫中 昭告天下 嫡母与生母并礼 大娘娘会怎样 你们这些臣子 又会怎样 好 若是大娘娘不语 众臣拥护大娘娘 做不过就是 干脆不必垂帘辅政 自此独揽朝权 李顺荣不会随官家回去 你又怎知 太后一不会登上玉座 群臣更不会容得武后再现 不过群臣要遵祖宗规矩 先帝的一命 先帝的一命是 官家继位 太后辅政 李顺荣守皇陵 我要是非得带她回去呢 那太后和群臣 只不过会认为 官家听信了奸人的谣言 耍孩子气 胡闹 好 好 我孩子气 那又怎样 也不过是 更加认定官家尚小 心智尚未成熟 难担当君王之责 那便由臣 继续陪着读书 正式暂时全由太后处置 待官家成熟些 再将国事一点点还给官家 好 好 我是顽头 心智不成熟不稳重 不配做皇帝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我现在就去劈开那扇门 带我娘走 我自己养她 老奴见过官家 这是李顺荣 为官家抄写的经文 顺荣说 她在此地陪着先皇 过得宁静安逸 平日里 常听那些近处的 婢女们议论 说如今的太后 辅佐着官家 是国家太平 百姓安宁 顺荣 顺荣 整日抄写经文 一年有余完成了一部经卷 将其 献给太后 于官家 祝导太后于官家 万福康建 祝导国太明安 百官秦敬 你献给太后和朕 他还说了什么 顺荣还说 官家仁爱 日后 必定是个好皇帝 百姓 能有官家的庇护 乃是百姓 莫大的福分 他又怎知我仁爱 是 数月前 顺荣曾去附近的寺庙里上香 主持说 菩萨的经官 前几日被盗了 在奏报朝廷从速时 是官家亲自下令 对那些 看护不周的庙宇 今后 不许再用真金塑下 朕记得这事 朕是觉得 小明所受教化有限 难克制贪欲 若神像已经为官 又守备欠缺 无法法人偷窃 倒是引诱小明犯法了 小明因此犯法受刑 岂不是反而违背了 礼服的出行 主持当时就把官家这番话 宣告于众人 众人对官家都很赶佩 主持还说 官家不但能体系弱小 更能够原谅那些愚民 无奈之下所犯的罪错 这便是佛心 官家能以佛心对待子民 那百姓可真是太有福气了 顺荣听得高兴地落泪 顺荣也希望官家做个仁爱之君 造福天下 这是普天之下所有臣民的奇迹 顺爱之君 先生曾给朕一次一次讲解过孝敬 爱静近于士勤 而德教加于百姓 行于四海盖天子之孝宴 朕身为天子无法对生物尽孝 还教化什么百姓 做什么仁爱之君 官家在孝经当中 这天子之孝并不完全同于庶人之孝 天子之孝有何不同 天子之孝重在将德行教化 施于黎明百姓 让天下百姓遵从孝法 大娘娘鞠躬尽瘁 官家遵先帝遗训 随母临朝席学朝政 这母慈自孝的画面 正是天下百姓最好的榜样 那朕的母亲呢 十月怀胎 却未能得朕一次跪拜的母亲呢 娘娘为天下百姓胆遇天子 天下百姓也为官家奉养着娘娘 儿子 用手ע着 朕听说李顺蓉病了 医官可看过了 回官家 看过了 你开了方子服过药好多了 尝尝这个 我最喜欢你了 你的蜜饯是最最好吃的 真的不能让朕进去坐坐吗 朕 朕记得他 小时候他做的蜜饯果子 是最好吃的 朕想进去讨一口茶 几颗小时候吃过的蜜饯 顺蓉自从来手勇定令 已经不再做点心蜜饯了 若是官家喜欢 老奴倒是知道 顺蓉做点心蜜饯的手艺 还是他入宫前 在马兴街果子店 跟梁家婆婆学的呢 老子本敬你是个独树人 在这听你给我扯了这么久 你扯什么呀 全是狗屁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胡搅瞒蝉多管闲事的话 老子手里的棍子 可听不懂什么知乎者言 娘子 你别拦着我呀 快进去 韩公子说了 让你万万别出去 他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 你让 他说让你喝了药 好生歇着 这韩公子他也是在书上 他怎么对付得了那些无赖 我让开 让开 我韩某不是多管闲事 我韩某是个读书人 今后是要入朝为官 为民做主的 如今 虽然 如今虽然只中了乡氏 还有省氏 殿氏为考 路见恶霸 欺压良民 我若不管 今后便是真正庄严 你有什么脸做着 你什么脸做着 我吃饭还恶打坏人 挺奶奶的你才几岁呀 好 别乱跑 老兄 今日既然有缘见到 我也给你讲讲这 圣贤之学 呸 谁听你唠叨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要是把你打伤破相了吧 你十日后的省氏公园大门口 肯定会让官员们都来看你的伤口 无非闹大的让官家都知道呗 行 我不打你啊 我也不伤着你 有本事呢 你就十天不洗澡 臭气熏天地去公园 你们几个 谁都不准走 去报关 不能报关 不能报关 怎么 看你一脸斯文 难不成不讲理欺负人的 其实是你 怎会是我 我一介书生 又没有兄台这样的家人 我险些为了救助弱小被临成一只干水鸡 那你为何不敢报关 那是因为 若说欺负人的源头 不是那截的猪头 是天下死恶官的上司 是大宋的官家 这就是卖蜜蜜点心出名的良家院子吧 来 我请你喝茶吃点心 你给我说说 这大宋的官家 怎能成了欺负人的源头了 你放心 我不是官 也没中过公民 不过家里倒是有说了算数的人 你若讲得有理 我便让家人保着这家铺子 谁也不能再来撒衣 官人 快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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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招呼客人 快坐 快请进 请进 坐这里 坐这里吧 你 坐下 你 快去 走 快去 快去 你 找你 快去 我 比恶霸扒皮还狠 你这话说的 竟有些无赖了 恶霸敲诈勒索该严惩 但是百姓违规开店 难道就不该罚 官府维护朝廷律理 按律法办事 竟被你说成了扒皮 这个道理是兄台 从圣贤书里学来的 难道公子 是从穷楼玉宇里 飘泄界的神仙吗 你胡扯什么 韩兄是特地来消遣我的 看公子衣着 气度 想必是自小诗书雅悦润出的风采 那相比那些 每天辛苦奔波劳作 尚未赚得一家人温饱 安乐的卑微小民来说 公子难道不是 那住在云端的神仙吗 公子又怎会懂得 每天为了赚那一口粮 而违背律律地无可奈何 你再告诉 告诉我 大宋民不聊生 七宝雷茶 两节书笔 仅仅十千的国资 现已客人上一盘 客人尝尝 再想要什么 婆婆和娘赶着做 你又七岁 平时只帮忙不读书吗 韩哥哥怎么忘了 我七岁又一个月了 我爹也叫我读书 不过他为了准备省事累病了 都醋了血 娘才生弟弟不久 家里铺子就是我帮婆婆赵盈 你这么小能干得过来 平日还好啊 今儿那坏人来了 把其他客人都吓跑了 我婆婆就不敢开招 娘也没够上 把咱家最好吃的蜜饯 点上蜜翠上冰 铺子血花高 客人等急了吧 来来来 快来 先尝尝 这蜜剑李子雪花膏 来 快尝尝 来 糖自梅自下的那个千层酥 得多等些时候 那个点心费功夫 早先我们店铺客人多 定会点那道点心 我们一早就会准备起来 吃啊 你是不是想问 为何不去市中开铺 不 这家一共五口人 老的 小的 你都见了 你在乔圈那男女主人 我自己来吧 快躺下 你瞧瞧她家 是谁能每日早起 把食用材料早早地送到街市去 老太太 常年病成如此的男主人 所以我说 欺负人的源头 不在这些猪头恶霸 那我说错在众多官的 顶头上司官家 你说有理没理 你刚才可说了 我若给你解释清楚了 有理 你就让家里有权的人 收拾了内姓猪的恶霸 别让他们 也不过 你没有事 没人 等他 找人 别人 我 都问不通 大噗 我 你要 你 好 我们 感谢观看 明天就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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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家 晚上已经备好 肘花熏鱼式冷盘 制羊肉一直用蚊火热着 陈这就去后厨 把鱼用素米根给端来 没有什么别的吗 关家今儿是不想吃羊肉 陈这就去问 昨儿进的吐蕃猪肉应该还有 谁说猪肉 我是说没有什么别的要事 关家说的是什么要事 比如京津闹十亿 秦州烙灾 吕相没有地产来闸子 太后是赵吕相和王相 在宝慈殿商议救灾 不过今儿是 关家应该在重振殿 听燕学士讲书 所以没叫关家去听证吧 撤了晚上 都退下吧 谁也不准进来 是 不准进来 不准进来 不准进来